vehicle 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BennyBennyChang 那麼本期節目主要內容呢 又來到了新一期的香水科普欄目 Jason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 白天和晚上噴的香水 白癡才會噴一樣的呢喲 這時候就有人說啦 白天和晚上都要噴不一樣的香水嗎? 你們騙起來太誇張了吧 不是啊,这是一种科普,一种艺术和人内心的表达 你懂吗,你不懂 在视频开始以前呢,现在都发现大很多品种 多关注,多收藏,多收藏 比如如果的话,马上关注我的微博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 他注意我的微信公众 一定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 他要学一学 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在开始介绍香水之前呢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为什么早上喷的香水和晚上喷的香水 应该选择不同的 第一个原因,气温 有太阳在外面的时候的气温和晚上的气温是不一样的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第二点呢,就是目的性的不同 你想一下你白天出门 要不然就是上班啊 或者当做一个正常人 一个人类出门,对不对 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你都晚上要干嘛呢 然后出去泵地喝酒 对,一起摇摆 就这两个点来说呢 我们就要区分白天和晚上适合的香水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举手发问了 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每天喷两种不同的香水 你想我白天喷一个 晚上再喷一个 等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味道不会串香吧 两个东西叠在一起 其实很奇怪耶 好,这位同学请坐下听我说 这个时候呢就要牵扯到浓度 香水浓度的概念了 好,大家都不聪明 我知道 不是,大家都就是有求之欲 我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先简单的 把香水的浓度分为五个阶别 香水当中的香性浓度最高的阶别 20%到40%这个区间呢 我们叫做Babong 他们的流香时间呢 一般是6到8个小时 浓度第二个阶别呢 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EDP 浓度呢普遍在15到20之间 流香时间普遍是4到5个小时 这个呢也是香水当中最常见的浓度了 再往下走第三个层级叫EDT 将近的浓度5%到15%之间 流香时间2到3个小时 浓度排放第二个呢 又叫做古龙水 英文简称呢又叫做Cologne 嗯,去过德国的应该都知道 Cologne是一个地方 Cologne,Cologne 嗯,就是科隆之水就从那里出来的 去过Cologne的应该知道 他们那个站台上 跟大牌子们 4711那个数字非常的 鲜艳 世界上的第一瓶古龙水 就是4711发明的 所以它也叫做科隆之水 古龙水的香丘浓度呢是在2%到4%之间 流香时间最多是2个小时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大家记一下 古龙呢它除了是一个就是浓度的界定之外 它还是一种香调 叫做古龙香调 那最低的一个浓度呢 叫做清新水 听起来就是不是很高级了 听起来跟清新鲜接近 它的浓度呢是1%到3%之间 流香时间也是最多不会超过2个小时 好,这时候一定会有人发问 老师老师我买香水就蛮便宜的 有100多块钱200块钱 可是为什么我的香水的这个流香时间可以持续两天呢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哦 我刚才所说的香水的这5个浓度界别 所有的数据都以账为它本身是一个品质比较好的香水 它的流香时间会发速率 是和它的香料本身 它的香精浓度息息相关的 而不是通过定香剂 大家所说那种流香时间非常长的那种香水 可能它里面的香精非常的低级 甚至是那种很烂的香精 但是它的定香剂非常非常的多 而定香剂是个非常非常廉价的东西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除非你使用的定香剂是动物性射箱 那就很贵很贵哦 但是那种一两百两三百的定香剂 一般都是很连接的化学合成物品 不可能是动物性射箱 就放弃这种想法 就大家都产品是需要成本的 你们知道吧 就是如果它的成本很高的话 它因为卖很高的价格 相识一个领域还是分一分钱一分货的 当然如果你只是追求味道好闻 你喜欢不喜欢它 而不会追求它的材质 它本身的话我觉得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选它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 它的就是材质问题 它用料的问题 就这都很不理解 很多人去追求那个流香时间 就是我觉得六个小时就没有了 真的很不好 所以之后选香水要注意一点 流香时间过长未必是好香水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香水介绍了 我们白天的香水应该以清新调和花香调为主 晚上的香水应该以东方调为主 主要的依据来源是它们香水的通透度 我觉得如果讲起通透度这件事情就太复杂 我根本就讲不完 所以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闻到味道它是有质感的 就是说你能看到它的颜色的 它的透明度 透明度比较高那种就比较适合在白天的时候使用 透明度比较低那种就是它的颜色色的都比较深 比较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夜间的时候使用 好像还是不太好理解 好就这样吧 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时候开始吃汗 第一次要介绍的香水是来自于Android Putman他们家的这个无花之花 听这个名字大家会立刻联想到无花果对不对 但它是一支绿调的香水 之前讲过的知识点绿调属于清新调哈 它的主要香菜来源来自于无花果叶和无花果树 它不是那种很奶的无花果 Android Putman女士呢 她的家乡是南发的普罗旺斯 而这支香水主要描述的就是她的家乡普罗旺斯那茂密的无花果树源 这支香水的前调是无花果叶和玫瑰的玫瑰的显现度非常非常的弱 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能闻得到 那中调呢是无花果树和杏仁 杏仁的那个味道还是有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奶 我一张那里呢是顿家造和檀香木作为点缀 整支香水比较简单就是一支没有奶味的无花果 虽然它名字叫做无花之花 但是我觉得它更加强调的是无花果树本身 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它那个奶香 而是最真实的呈现了它应有的状态 是一支很嫩绿 注意力是很嫩绿的一支香水 第二要讲的香水呢是一支花线豆的香水 还是他们家的很大一瓶啊 叫做大人物 它在香水箱里来说比较简单 前调的是柠檬和佛手干 中调的是桂花和果果香 后调呢是香跟草和舌香 这支香水的主要领感来源的来自于Android Putnam女士 她的老公啊 就他们家实在是太是女强男弱的那种家庭组合了 她Android Putnam女士太出名了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品牌Android Putnam这个品牌 现在已经不是Android Putnam本人在做了 是她的女儿在做 Android Putnam女士已经先逝了 她的老公有没有过世我不知道 但这香水是他们的女儿做的 嗯我觉得这很奇怪 就是叫大人物 然后TT好像是在说她妈 但是这支香水是送给她爸的 你到底还欺骗谁啊 这不是你妈的牌子吗 OK我来说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其实就是一瓶纪念她爸爸的香水 她妈妈每天在外奔波劳碌 根本就没有时间管家里 但她爸爸就在家里面付出了很多很多 为这个家真的是贡献的非常的多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让这个女儿觉得 跟爸爸的感情会更好一些 那这支香水的名字 直一过来的意思就是可靠的男人 听起来我感觉 这个香水应该很厚重很雄壮才能 但不是他一点都不强壮 他是那种小男人的桂花香 很难得就出现一款偏限于男性的桂花香水 如果让我来形容这支香水的话 他就是一个很文雅很儒雅的翩翩君子 如果要找一个人物对应的话就是 主流下也不是 林平之 也不是 夺命书 温柔的夺命书 许仙 许仙有点渣 冬勇吧 我觉得冬勇比较合适 第三支香水来自于Ross的这个艺术狂热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就家里具有钱开那个 廉价航空公司的 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就非要搞一些有的没的那一位女士 这支香水最主要的香材是青苹果和小苍蓝 其他的方面就是有一点绿叶琥珀和鸢尾根的感觉在里面 但是 基本上就还是青苹果和小苍蓝为主要的 这个核心 这支香水其实在描写一幅画呢 色彩的撞击 灵魂的交响 它是一支描绘色彩的叛逆果香 青苹果在里面营造了那个活跃的绿 它里面的紫楼蓝营造了从电蓝到紫色的色带 约维根是褶石及棕灰 小苍蓝是粉红 这支香水对整个画面的还原度100分 味道画面从果香到白冷花香的变化和冲撞 非常适合叛逆性格或者是搞艺术的人来使用 那么以上三支都是比较适合日间来使用的香水 那么接下来三支是适合夜间的 那想一看夜间是带有目的性的 对 你就蹦地去带有夜间就性暗示在里面 对 我要以勾引力 对 哦我今天选的这三支没有偏心于哪个性 就是男生女生都能用的双重荷尔蒙刺激双冠奇象 这三支时候晚上的香水都是东方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东方调的香材香料都是极具扩散性和侵略性的 它们的通透度很低很低 就感觉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人 就是傻白天根本就驾驭不了啊 就是你装一装也没有人管你嘛 但是这些香水比较适合有故事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觉得你很很 你值得入手一下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故事 我收里面这两支呢都是来自于ermy的香水 之前讲过ermy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香水品牌 它们的所有灵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布料 我这边这一支呢是麂皮 另外一边这一支呢是粗花泥 我们现在说麂皮啊 大家都知道麂皮是什么吧 不用我介绍吧 对于吉皮这个材料呢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一个优雅高贵的女士的手上的吉皮手套 这位贵妇带着她出现了各种晚宴 在高台上点人了香烟 而另外一方面呢 她也可以是一位骑着哈雷机车的蛮帅气的大汉 大汉这个词不太好 就是壮男俊 就是那种优质的优质的男生手上戴着的暴风手套 她曾经戴着这副手套在高速公路上面驰骋 走过无数的街巷拉过无数次的刹车 总的来说这香水就是既拥有优雅的粉质感一面 又拥有那种皮革流氓脏脏的一面 心机 那这香水的香调我不给大家多的介绍了 它就是李子香和皮革的搭配 果香搭配皮革更心机 果香是李子 那另外一只粗花泥呢就跟她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想一下很久之前 她最开始的时候粗花泥这种东西 是英国贵族在下雨天打猎的时候穿的外套 粗花泥呢是以羊毛编织而成 最初流行19世纪的英国贵族英伦贵族之今 这只香水里面就是焚香啊 墨药啊这些把你温柔包裹的感觉 同时呢安息香又会给你带来一点点的甜 就是那种浑厚的温暖的感觉 让别人就是想不自觉的靠近你 我好像觉得你比较棒哦 它们俩的区别就是在于 鸡皮是危险的诱惑 危险的让你尝试试探 在危险的别人试探的那种感觉 而这一只就是那种高贵 还有温暖 还有那种成熟异味和绅士感觉 在里面的那种味道 最后一只香水呢是法胖的一只新香 这些香水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只香水 这只香水的名字叫远方新香 它的主要香水就是大量的大量的 注意着大量的东方香香料 和白蓝地融合在一起 什么圆隋啊 肉豆扣啊 胡椒啊 玉创 哗啦啦 广货香 全都往里面加 在这些清理性的东西里面 烟草和弹香在里面都没有那么的出重了 这一箱里面有特别大的酒味 甚至说就没有那么明显吧 它是那种充满古旧感的琥珀为基底 营造出来那种旧世界的航海风貌 你知道吗 香水基本上已经全部讲完了 接下来是就是补一下课程 关于白蓝地的这个酒的一个小克力小知识点 多听一听没有关系啦 补充一下自己的大脑 首先白蓝地的酿造是需要二次蒸馏 这种高浓度的酒精啊 更适合海上的长途运输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有说 它有那种航海风貌的主要原因 白蓝地呢 起源于法国的干义镇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只有在法国干义镇生产的白蓝地 才能叫做干义 这是法国政府规定的 其他所有地方的白蓝地 都只能叫做白蓝地而已啊 之后买酒的时候注意一下 那干义地区呢 是生产这个葡萄和葡萄酒的 早在公元12世纪 他们那边上产的葡萄酒 进行销往欧洲各地了 大概在16世纪中叶 为了便于这个葡萄酒的出口啊 就不要让它占有太多的船舱空间 还有就是要避免缴纳大量的税金 同时长时间的海上运输 会导致这个葡萄酒变质这个问题 也蛮让他们头痛的 所以干义镇将葡萄酒 加以蒸馏浓缩后再出口 运到别的国家之后 再用那边国家的厂商 往里面兑水 兑水然后出手 这就是早期白兰地的来源 听起来就是还蛮奸商的 好像不是那么的棒哦 公元1701年 法国卷住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法国白兰地遭到了禁运 就这时候酒商们就把这些酒 妥善的就保存起来 一代时机 去世而罢 他们把干义镇胜产的橡木 做成橡木桶 然后将酒呢储藏在这个桶中 直到1704年战争结束 酒商们回来扒开那个桶 哎 我就这下这个没有颜色的白兰地 怎么变强 这种琥珀色了 是不是坏了 结果是过去 我没有啊 这个颜色色则变得非常的美丽 而且绝对没有变质方香 变得更加的醇厚了 怎么办哦 就还能怎么办呢 就之后酿造的时候 用橡木桶了 然后卖的更贵一点就可以了 而橡木桶的这个酿造工品呢 也成为了白兰地酿造的 整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之一 好 前面这种废话 就主要是因为这些香水 主要关于它的灵感来源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讲了这个 就是一些小知识吧 算是一些小科普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科普的视频 那种关于香水的科普视频 可以告诉我 知道我还会继续出道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请订阅多拍大幕 多评论 多关注 多热藏 多投票 如果大家喜欢上微博的微信公众 还有微信公众 还有绝学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吧